平川说电竞 天天燎木兽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场 暗夜精灵之间的内战 一般内战都不太好看 但这一场Moy和Lolit之间的内战非常精彩 我们看一下出生点位 出生在我们右上角的是蓝色的Moy 出生在左下角的是灰色的Lolit 我们看一下Moy家里的话后造商店 而且他把战争古术和月亮锦 都照到了对方地间实验室的旁边 看来是要中立英雄放大招开始Rush了 看一下这边 这个位置也卡得好 因为对方看不到 但是现在 Lolit把自己的小精灵放到Moy家里一看 估计要吓一跳 Lolit这边 首发的是KOG 配合大树来练一波级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装备是头环 非常不错 看Moy这边在出AC 买什么英雄呢 非常期待Moy这个大招 到底首发什么英雄 好 造出两个 AC 首发的话是Naga Naga的前期压制能力非常强 两个小精灵 我们来过来看一下 哎呀可惜啊 如果说Lolit升级的是树人的话 那小精灵抱一下就可以了 但对方升的话是一个铲 好 三个小精灵 三个 三个弓箭手过来了 拉了四个小精灵 这个适合Lolit看怎么办 Lolit在家里赶紧补月景 这个晴水会不够喝呀 主要是前期一级Naga的兵剑 实在是太强了 好 过来抱一下 就想把这个KOG的蓝爆掉 这一波难道Rush成功了 这两个AC一丝血 KOG也一丝血 好 继续造 继续造弓箭手 说完弓箭手大战 KOG KOG一丝血 往里面拉 看下木尔没有身本 继续造AC 这个月亮锦是梦文 梦文前置一个月亮锦 好 Naga去买一个 买一个显影之城 这个是你的AC美眉 隐身就没用了 好 四个 4个AC美眉 往前冲 抱一下 KOG又美又蓝了 KOG KOG KOG一丝血 哇 一丝血喝一颗水 又回去了 好 梦文把对方一个AC干掉 好 里头开始补了一个战争古术 继续补战争古术 能造起来吗 造不起来 要被A掉 KOG又喝了井水 井水又恢复了一点 又有蓝了 又有魔法值 好 再撒个粉 哇 这AC极限往后了 可以的 继续抱一下 现在把纳盖的蓝爆掉了 咦 这一波 这一波 Lolit能挡住吗 继续 源源不断 源源不断招AC 我们看一下人口 Lolit 36 木文37 双方差不多 但是KOG的血一直不健康 幸好家里有蓝 现在是晚上 好 小青龄进去抱一下 现在KOG率先升到二级 但是现在没有粉了呀 没有粉 AC妹妹又可以隐身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纳盖要去买吗 好 直接 招了一下 KOG原地TP 看一下 哦 他想走啊 木文预判到他的位置 立马来这里挡 这么的预判能力 太强了吧 哦 直接尾杀 那这一波木文要赢啊 这一波预判太强了吧 对方一个Tipa 立刻知道 对方往这边走 赶紧 把英雄尾杀了 好 现在KOG 复活 AC全力秒这个祭坛 看样子 AC Lolit的AC 撕血 跑到 跑到泉水这边 回复一下 KOG应该 出不来了吧 那这一波 Lolit要没了呀 哦 Lolit升本了 木文也升本了 KOG买了出来 买了出来 去泡个泉水 把气团拆掉 好 继续拆月亮景 隐身AC 不走吗 隐身AC 撒个粉 干掉 好 又拆了一口月亮景 我们看一下 Lolit怎么办 好 Lolit 小Murne的家里进攻了 可以的 Murne的落点 就是家里没有泉水 就是极限的进攻打法 家里没有防御 那对方开始拆你生命之术了呀 那Murne没办法 要回城了呀 好 开始 Lolit升自然祝福 但是Murne 奥北还没好 升不了自然祝福 那这个时候拼不过 要回城了 Murne要买个TP 赶紧买个TP回城 好 小精灵快拉出来修 还不拉出来修吗 再不拉出来就没咯 好 拉出来了 极限啊 离回来 杀一个AC 再把这个战争古术干掉 Lolit这一手 唯唯旧照 也是用得非常漂亮 那Murne失去了 这个进攻的优势啊 后期Naga的话 会比较的弱势 越到后期Naga的作用 可能是越来越小 好 现在对方 临到对方来拆Murne的违章建筑 Murne在升AC的一个射程 好 点KOG KOG往后拉 AC要围吗 AC想围一下Naga Naga往前走 好 莫文的AC也过来了 莫文现在是38人口 Lolit是33 目前莫文兵力占优势 好 一上来 把这个小弓箭手缠一下 那要A死了 KOG也有点猛啊 顶着一大包AC来 信航对方 现在AC是零攻零防 好 那个现在 有钱出二英雄吗 没钱继续照战争古术 继续想Rush对方 但是这个时候 Lolit又很聪明啊 跑到对方的家里去了 莫文唯一的弱点就是 家里没有防御 没有井水 莫文扼发了一个炼金 Lolit也扼发了一个炼金 莫文就这点劣势 家里这个大本没有一个井水 也没有一些树 来防止一下对方的进攻 好 弓箭手要拉出来 那现在莫文 这种极限 极限进攻的打法也是有弱点的 被Lolit抓住之后 牢牢不放 好 KOG一个馋 那嘎小心 AC目前还在慢慢的往回走 那现在两个英雄打对方的一队兵 打不过呀 一个爆把这个馋绕爆掉 好 AC回来了 AC看能不能 把对方的兵杀多杀一点 那嘎小心 那嘎往后落一下 我们看一下现在双方的人口 莫文是38 Lolit也38了 刚才莫文领先五人口 现在双方人口差不多 好 这一波追击 莫文可以的 杀了对方两个AC 对方补了一个 反补了一个AC 现在还开始 Lolit在外面造 造了一个月亮井 莫文继续他的一个Rush战术 但与此同时感觉Lolit又要开始闹 家里已经再补了两个战争古术 莫文这边要补吗 莫文终于开始补月亮井了 现在慢慢拆 拆建筑拆进去 但你拆的时候 对方又开始绕了 绕到你家里 那莫文又得回家 也就是说无法进攻 对方这个维会就照的战术 使用的实在是太鲜手了 我觉得一般来 要是碰到这种情况 过去就被打荒了 但Lolit呢 非常非常灵敏地发现了 莫文的这个弱点 家里没有井水 自己的大本光感司令在家里 好 看到莫文没有进攻 Lolit也没有着急去对方家里 也练一波等级 莫文这波胆子有点大 脸直也练这个黑胖子 叶环这位再开个分炮吗 好 加十二的攻击之爪给纳嘎 纳嘎表示有如神助 好 双方人口 Lolit的科技还是停留在二本 但是加勒补了很多战争古术 莫文继续练极 纳嘎把这个红龙勾走 然后AC妹妹过来泡泡泡澡 顺便练练极 红龙现在回来了 红龙回来 但是没有这个温泉的效果 细节 非常细节 K.O.G.现在到三级 K.O.G.三级可以小数人 练级很猛啊 哇 这个点本来是莫文想练的 现在被Lolit练掉了 K.O.G.开始骚扰 当练自己的练金 但是莫文现在好像 纳嘎不敢一个人去练剂 好 这个装备不错啊 远程单位攻击加10% K.O.G.买一个单船 也想去骚扰了 K.O.G.买个单船 骚扰能力 对方没有技能打断 除非你这个生一个火箭炮 纳嘎买了一个无敌 那双方很快又要开始正面进攻一波了 哇 你看这个位置 在坡下面 打这个坡上面的东西 就会有miss 为命中 好 双方等级 哎 哎 莫文还是占优势的 莫文的地金修补将是三级 老雷特现在是两级 莫文现在好像占优势 往前冲 哇 一个电 杀了一个AC 再杀一个嘛 再杀一个AC 目前双方还是零攻零防 好 莫文放下了自己的分框 但是莫文的分框稍微早一点放 已经快要运营了 也许啊 双方之间的差距就在这里会分水里会诞生了 目前冷口还是差不多 好 练金到三 放下了这个口袋工厂 这一波 就是要拼命阻止莫文看框 那么有经济优势的莫文 可能可以把优势 慢慢慢慢的一点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双方这个AC对射 有点壮观 42人口莫文 莫文41人口 双方真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小 KOG缠绕一个AC 应该是二级缠 抱一下 要不要救一下 抱一下 救了这个AC妹妹 但是缠了一下炼金 炼金怎么办 好 AC 这AC冲的有点钱啊 一个闪电 又一个AC 这一波 莫文40 老雷特43 莫文 哎呀 莫文这一波 操作失误了 自己的三级炼金 被对方秒掉了 那现在又一个禅 我小精灵赶紧来跑 现在 老雷特双框运营 现在 双框运营打单块的莫文 莫文英雄还阵亡了 这莫文的劣势就开始出现了呀 打到15分钟的时候 大家的 兵种 英雄等级都差不多 但就是15分钟这一波叫战 莫文略适了 好 有经济优势的 老雷特 散发了一个白虎 白虎生一个光环 那么 AC的输出 又要增加了呀 也就刚好抵了他这个 光环的作用 但现在 买了这个球啊 有球的这个KOG 莫文好像 莫文现在39 老雷特已经高了10人口了 这分光还没有开始惨 那现在 老雷特优势越来越大 莫文这边 看到莫文抵住 有点难呀 差了10人口 差了10人口的莫文 这波好像 抵挡不住 自己的战争国术被炸掉 小精灵不敢上去 那分框要破了呀 分框一破 莫文的话 英雄等级 经济也都劣势 现在科技也劣势 三本才生了一半 对方三英雄都出来了 哇 这个 还是Lolit的细节把握好 从 比对方早45秒钟开矿 科技也稍微到 早的点了一下 现在开始升攻防 已经修补将出来了 Lolit已经两攻了呀 哇 现在 人口差距 Lolit60 莫文40 已经差了20了 那基本上 莫已经回天无力了 莫想练集 把这个纳嘎练到 五级 三级的地 好 练了一个大篮 但是 Lolit不会给你时间了呀 Lolit已经发起了冲锋 KLG 一个铲 现在 莫文是一攻 对方是两攻 人口的话 莫文升到42了 差距还是有将近30人口 20人口 莫文三发了 大屁股 大屁股下活雨 这一波 可能能把Lolit打回去 好 一个馋 哎呀 这个大屁股要阵亡了 对方 这输出太高了 好 随着三英雄阵亡 莫文这边 达出了忌计 我们恭喜Lolit 巨大这个 劣势的情况下 找了一点 很敏感的 找到了 莫文的这个弱点 发现对方家里 只有一个裸大板 然后老莫 连续用了一两个TP 好 我们恭喜Lolit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